好 两年一度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24号起将在台北市举行 花莲市长魏佳燕特别在赛前训练的空档 邀请花莲篮球代表队的小将们共进晚餐 勉励大家延续历年的好成绩 再接再历 旗开得胜 花莲市长魏佳燕重视体育发展 不仅曾经担任花莲县体育会篮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长期以来也关心各项的体育运动赛事 112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即将在台北市举行 魏佳燕依照网例 在赛前邀请全民运篮球代表队青少年组的选手和教练团一同享用 我们原住民运动会即将要开始了 今天很开心 我今天请一些我们要去前往要去比赛的孩子们用餐 这是我以往的惯例 不管在当市民代表 先议员 一直到市长 我相信我们出去比赛前我们给孩子们一些鼓励 让他们帮我们拿回好的奖牌 好的成绩 那在这边也要另外感谢我们宏围建设的庄董事长 特别的赞助了球衣给我们的孩子们 因为今天经费有限 那经费拮据 那这个部分也真的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宏围建设的庄董事长 特别赞助经费给孩子们做球衣 我们希望在体育能够培育人才 也能够留住人才 那目前我们都持续的向下扎根 那也希望未来华联市公所我们自己办的市长辈 也希望我们所有选手都能够参加 让自己有累积比赛的一个经验 能够在外地能打出好的成绩 对于魏佳燕长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球队的选手们表示非常振奋 非常感谢华联市长请我们球队吃太子拉面 小朋友一听到要吃拉面非常的开心 因为这阵子练球 为了原住民杯比赛密集的训练 所以比较累 所以小朋友来了非常开心 特别感谢市长邀请我们到这里 长期这么支持球队 不只原住民杯 在长期在兰委会的时候 他们长期办了国小国中高中 十字社会组的三对三来决赛 那其实在基层这边做了很多的努力 其实我们都非常感谢市长 这么用心的扎在这个基层上面 除了市长招待选手吃美味餐点 红维建设董事长庄彭林 也特别捐赠三支队伍比赛用的球衣 而他自己也是自强国中第一届篮球队队长 大学长的关怀 让学弟妹们感受到无比的温馨 市长威佳燕也广邀所有的市民朋友 一起为花莲代表队的选手们交打气 篮球队棒不棒 棒 university 有没有信心 有 拿冠军好不好 好 节对会幻视报道